风中之王战略风 我们用战略的眼光来看 这样的话就容易什么 看山不是山了 大家好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股价涨跌轮回 形成跌宕起伏的凹风 那近看它成为了什么 股价上行的一个压力点 因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有票 什么它不过风 后市先卖空 而缩图看似就像跳望群风 这就是四维看盘的优点 你会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风 它里面有高有低有强有弱 而那些屹立在历史长河中的群风 就如同猪木狼马一样 等待着后人去攀登 而四维看盘可以让你看山 它不是山 那这个票叫做终身动力 在今年初的时候 三四月间它就表现抢眼 因为当时无论是从掌停板复盘 还是在板块选牛的当中 对吧 它都是属于有风来的板块品种 那当时呢 它是已经打过了附近的群风 对吧 这里也过去了 那这个下方就不再什么 花下了 这座风低于它 那也是打过的 即便是连这个位置 是不是它也干过去了 所以的话 那它是不是就只剩下了什么 我们从右往左看 是不是就只剩下了两座辨识度很高的风 它不像有的票 什么有群风 但是参差不齐 难以辨认 这个非常的好辨认 一个是B风 一个是A风 就这两个主要的大的压力 当然了 这里还有缺口了 那就风而言 它确实比较少 上方只有两个重要的风 那你想A风 就肯定不用讲了 这是历史的最高价 你等有一天股价到了这里 哎呀 过风了 那黄和菜都凉了 对吧 那它已经成了腰股 它要做头部了 当然也可能到不了这里 因为现在距离还这么远 谁知道了 未来的路对不对 所以它就毫无什么实战的价值 那么除了它 是不是咱们就应该看一下这个避风呢 它就不一样了 一旦它某天打过了这里 我想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就开启了攀岩历史顶峰的登顶之路 那无论它能否登顶成功 这个中间的这一段空间 是不是我们市场里面的行话 叫做什么 一家 对吧 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们同样以平安银行来看 那这里的风就多如牛毛 而且都是什么 参差不齐 对不对 除了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勉强的说 这两座风 差不多在一个水平线外 它其余都不是 那这种呢 我们就归了为什么 这个叫做 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没有大牛式的背景 没有巨字的托盘 想登顶 谈何容易 那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们就好好努力吧 那经过了一个对比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主力 或者说这一帮主力 很聪明 他懂得必重 就轻 必难 盈益 去找什么 相对容易的 那您说他攻顶 与他攻顶 孰难 孰异 对吧 他就会找相对压力 少的一些品种 所以啊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才可能看得更远 那我想请问大家一句话 我们选谷 要不要向聪明的主力学习 要不要向聪明的主力致敬 那些还在什么 还在百转千回的 这个凹峰里面 迷失方向的朋友们 要不要从选谷的思路上 来借鉴一下 人家的长处呢 好 那我们就以什么 这个避风 这个区间 来设好门槛 为什么 观察主力将来如何运作 因为当他什么 成功攻顶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什么 以势如破竹的连扬 或者是连板的方式 那那个时候我们去上车 我们就称了什么 铁道游击队 那大家知道 铁道游击队 哇 英姿 萨爽 攀登什么 飞驰的列车 但是那是有危险的 你一把手滑了 摔下来 那是连命都没有的 所以的话 那如果我们要稳 是不是就要从他的底线开始呢 否则当这里开始 飞驰的列车 我们连底仓都没有 我想请问一下 他随便在掌停的第二天 来个矩阵 是不是折腾了你 心惊肉跳 那是您的责任 还是主力的责任 我们如果从下面就开始介入 一步一步的跟上主力的步伐 一步一步的紧跟着什么 加仓减仓 那是不是才能够享受什么 步步紧随主力的步伐 主力开炮 我开枪的乐趣呢 好 那我们就看到 他的这一轮的上涨 就攻到了这根下线 但是他没有选择继续上行 而开始了下跌挖坑 那这里放出了这么多的量 他是不是出逃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什么 如果他在后面只跌掉头 那么他将再次的什么 攻打这条线 那这个是不是与二号战法 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请问一下 他后面有没有攻打 但是攻打了之后有个问题 他是不是又没有站稳在这根线上 但是呢 他比上次好 上次我发现是什么 他没有攻过去 对吧 这里呢 攻过去了 这个地方很纠结 这个地方打了两个板 对吧 这是他两波攻击的目标不同 那我们呢 年纪老迈 反应迟钝 也不懂什么 一柱一线 不过我目测他在这个地方已经掉头上涨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不是红绿色盲 那很明显在此处的话 他就是什么 红的居多 而绿的变少 对吧 那于是乎你看 他是不是就这样打过去了 好 那打过去了之后 这里再下跌 掉头 那你想 请问他如果再掉头往上 下次他要不要打过这个上线啊 那既然是如此 那你想 我是不是越跌就越高兴啊 为什么 既然这条线作为上线 为短期的一个压力点 那如果他的下线距离上线 越拉越远 越拉越远 是不是我代表了我这个中间的溢价 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吧 他如果就跌到这个地方 我反而还要犹豫了 我不敢买了 为什么 没有溢价 那我不妨什么 等一等 等他打过了这里 我再去介入 对不对 所以那你想 是不是属于越跌越高兴 那您看他是不是直跌来了 底底再抬高 他是不是来了 那如期的 他是不是就上攻了 这根上线 但是很可惜是什么 他又没攻得过 不过此时这个节奏 就已经非常的明显 因为他的顶顶在刷新 我们就知道 他想干嘛了 所以当这里的次阳 再出现 我们应该干嘛 他就开启了连板 过风 登顶之路 所以您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拉 那这里的挖坑 它是不是压 往下压 对吧 那最后呢 他就锁仓 于是形成了什么 亚拉松 于是他就开启了 登顶之路 迈向了空中之城 那么无论 它是否登顶 已经成功 那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享受了 这段预期的 最美的风景 而带我们去看 最美的风景 是我们透过什么 筛压这些 强弱的风顶 选到了聪明的主力 所以啊 选股 它不是选个股 它是选背后的这个人 或者是这个团队 与强者为伍 才能不亦乐乎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觉得本视频 对你有帮助 欢迎留言 点赞与转发 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